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芳旭是李约奥运冠军成员 更是中国女排在接应备制上的重要人选 她在2015年遭遇右腿前十字韧带断裂重伤 但在漫长的恢复过程中 她状态并不稳定 主教练郎平希望杨芳旭在亚运会期间得到休整 将身体状态与竞技状态都恢复到最佳 集中精力备战一个月后在日本进行的是锦赛 这样一来 中国女排在本届亚运会上就只能参阵出征了 大名单仅剩十三人 最终版名单 朱公 朱婷 刘孝彤 李莹莹副公 严一 袁新月 胡明院接应 曾春磊 龚翔宇二船 丁霞 刁林宇 姚迪自由人 林立 王孟杰 但是张长宁的作用不必多说 她是国内少有的在发扣篮电传 各个环节 都精通的女排球员 甚至可以在同一项赛事中在不同位置间切换 除此之外 张长宁的一船更是国内联赛中的佼佼者 全面性也是最好的 而李莹莹却并不具备六轮稳定的一船能力 缺了张长宁 就没人可以和朱婷打好对角了 这样一来朱婷的一船压力倍增 进攻效率也将有所下滑 而杨芳旭的作用则在于防守串联和快速进攻能力 以往当她与朱婷商长宁同时在场时 她在场上效率颇高 此外 女排久攻不下 使她也常常成为骑兵救主 擅长定点强攻的她对于困难球的处理也比曾春蕾 攻翔宇更加出色 连赢两大坏消息后 中国女排的进攻端实力削弱不少 不仅进攻手段减少 甚至困难球处理也会成为一大隐患 虽说在最新的亚运会女排夺冠赔率上 中国女排夺冠赔率高达1.30 遥遥领先于日本 韩国 但在连续遭遇伤病后 两位伤员还都是奥运冠军 这支年轻人众多的中国女排未免心态尚会起变化 竞技体育的魅力在于她的不可预测性 而突如其来的伤病更让这份不可预测性增大了 面对日本 韩国的挑战 连伤两位老将的中国女排 亚运夺军也多了几分变数 夺军或不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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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